你要准备睡了吗 那我一会儿听话跟你说吧 什么 我说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和你说老K和老猫的事 他们从赛场上 离开就 脸色很难看 你继续啊 老K都不和老猫双排了 而且现在都十一点了 老猫也不知道去哪 十一点了 千万要不要在我这里睡啊 陆思诚 我在跟你说正事呢 他们还一直在直播间里面 说老猫的事 老K就直接关直播走人了 脸超级丑 所以呢 明天还有和CK的训练赛 他们俩吵成这样明天怎么打 你是队长 你不管管吗 你想多了 打比赛被抓本来就烦躁 他们又不是小孩子 过一会儿就好了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我说什么了 如果明天的训练赛 因为他们两个输了 你可别叨叨啊 我 那你一会儿就去跟老K和老猫说 如果明天训练赛输了 他们就可以考虑竞赛了 你说我说的 拿竞赛威胁人算什么 你要我们就不管 要管就要用这种方式吗 要去你自己去 这种招人闲的话 我才不去传 那你要我怎么说 要用爱的教育 要有爱心 他们又不是你 你也没给过我爱心啊 如果趁着我打转赛的时候 在我后面叨叨 说我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走位像个残疾人 出装齐盘 那也算爱心的话 那我就要怀疑 你是否知道爱心这个词的正确含义 我为什么要知道爱心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啊 我当队长也不需要做这些啊 你不去说我自己去说 我困了 但是手疼 想让队长抱着睡 你才不去啊 橙帝 我会这样说 这还可以夜夜 你开发 姐啊 三年多了 三年这么晚会啊 让我担心 睡吧 人呢 诚哥 嗯 你要吃早餐吗 我可以帮你点 怕泥泥还是中 我要吃泥 队长 柔韧度不够 腰要断了 你躲什么 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很危险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姿势讲话吗 你也可以躺枪 臭流氓 我就想来谢谢你 这么努力配合大四宝一 展现逆风局教科书般的风采 以及感谢你在全国人民面前 表示你已经心有所属了 这么没诚意啊 你这个感谢 那 你明天有空吗 有啊 那 我们去约会吧 嗯 好啊 但是 在这约会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亲一下 嗯 行了 明天见 我知道拉CP司马 但我还是要说 诚哥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右手放进桌子底下了 与此同时 死苗铃的手也在桌子底下 诚哥的手动了动 所以 你们干了啥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是特别人也在桌子底下 随便是不会扣得的 是有时候 然后随便下车 来吧 就是我可以带来的 你看到哪里 我星人都看着 对 你 我知道 你 怎么了 害羞了 你看这个 看诚哥手的细节 独五毛钱 牵上了 厉害 你这是什么鬼犯言 这人管你找的 几乎就要被他发现了 喂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诚哥这是要自暴自弃啊 就怕他是在蹭诚哥的热度 不管 不同意 要是在一起还打什么比赛 不看了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遮遮掩掩了吧 一旦曝光 陛下 您将失去你的半壁江山啊 嗯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同意你遮遮掩掩吗 为了您的半壁 你敢这么说实实 你敢这么说实实 不敢 我是怕那疯子往你身上泼脏水 说你比赛发挥不好是因为谈恋爱 质疑你打职业的动机之类的 我不在乎 我在乎 是啊 虽然不一定会发生 就算发生了 我也有信心拿成绩去打他们的脸 但是我不想你去想那些 你本来就是一个爱看八卦的人 肯定会受到影响 之前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一直由于要不要在一起 毕竟如果别的对等男队员来追求你 我肯定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我会警告那个人 不要来扫揉他 他要好好打职业 然后呢 你笑什么 你别管我 然后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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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